刀略向下倾斜,防止水倒流,炸裂事管。 3. 加热药品。 点燃酒精灯。 点燃氏管方向来回移动酒精灯,使氏管均匀受热。 用酒精灯外焰加热硫酸铜晶体。 待观察到蓝色固体全部变成白色时,停止加热。 移出酒精灯,用灯帽盖灭。 4. 根据实验填写实验报告单。 实验现象。 蓝色固体变成白色, 室管壁上出现水珠。 5. 整理器材。 等室管冷却后,从铁架台上取下。 把室管中的物质倒入废物桶。 把室管刷刷洗过去了。 把室管刷的水珠。 酱油才可用手 Shelley的水珠。 然后在水中的物质里面刷入少量水。 倒入少量水。 用湿管刷刷洗干净。 我们用湿管刷刷洗干净。 保持压水珠。 大颗革而浪。 好好用湿管刷刷洗干净。 现在用湿管刷刷洗干净。 把湿管刷洗干净。 再整理桌面 將器材擺放整齊 最後擦拭桌面 實驗結束 實驗注意事項 一 清點器材時若發現遺器有破損或缺少 應及時向老師匯報 二 如實描述實驗現象 正確填寫實驗報告單 不能出現錯別字 實驗目的 玻璃管 膠皮管 帶導管的橡皮塞 燒杯 試管 第二步 連接儀器 首先 連接玻璃管與膠皮管 將玻璃管一端用水潤濕 一手持膠皮管 一手持玻璃管 稍稍用力轉動插入 用水潤濕 使用水潤濕 使用水潤濕 可以減少摩擦起潤滑作用 使操作更便捷 最後 連接試管 與帶導管的橡皮塞 一手持試管 一手持橡皮塞 稍稍用力轉動塞入 不要用手拿著橡皮塞上的玻璃管 將橡皮塞塞入試管 這樣很容易使玻璃管折斷 以致刺破手掌 也不要將試管放在桌子上使勁塞橡皮塞 這樣做容易压迫試管 第三步 检查裝置的氣密性 將導管一端进入水中 双手握住試管外壁 如果裝置不漏氣 裡面的空氣受熱膨脹 會觀察到導管口水柱明顯下降 或導管口有氣泡冒出 如果裝置漏氣 需找出原因 重新操作 直到有氣泡冒出 第四步 填寫實驗報告 简要寫出實驗步驟 實驗現象 第五步 整理器材 第五步 整理器材 洗刷儀器 第五步 整理器材 器材擺放整齐 整理試驗台 實驗結束 探究物質溶解時溶液溫度的變化 實驗目的 一 取氫氧化鈉和硝酸胺分別溶解在水中 二 用玻璃棒攪拌 加快氫氧化鈉和硝酸胺的溶解 三 用溫度計分別測量水和氫氧化鈉溶液 硝酸胺溶液的溫度 四 按要求 四 按要求寫出實驗報告 實驗器材 一 儀器和用品 五 五十毫升小燒杯兩支 藥池 玻璃棒 溫度計 試管架 清氧化鈉溶液回收燒杯 硝酸胺溶液回收燒杯 洗涤用水 肺物桶 吸水紙 毛巾 結净抹布 二 藥體 氧氧化鈉固體 硝酸胺固體 蒸瘤水 實驗步驟 一 清點器材 要有清點實驗器材的動作 二 探究清氧化鈉溶解時溶液溫度的變化 取兩支小燒杯 各加入約二十毫升水 用溫度計分別測量兩支燒杯中水的溫度 溫度計玻璃泡要全部浸在液體中 且不要碰到杯壁和杯底 等試數穩定後再讀數 讀數時視線應與溫度計內的液面相平 記錄數據 取兩藥渠氧氧化鈉固體 放入燒杯中 注意平塞倒放 蓋好平塞放回原處 用玻璃泡 用玻璃泡攪拌 使之溶解 注意玻璃泡攪拌時 盡量避免碰觸燒杯壁 用玻璃泡 温度计测量氢氧化钠溶液的温度。 记录数据 3. 探究硝酸胺溶解时溶液温度的变化。 取两药池硝酸胺固体,放入另一支烧杯中。 用玻璃棒搅拌,使之溶解。 1. 探究硝酸胺体,放入肩胺体,放入肩胺体。 用温度计测量硝酸胺溶液的温度。 火锅固体,放入肩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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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放入肩胺体。 rudit霜,放入肩胺体。 记录数据 将氢氧化钠溶液和硝酸胺溶液倒入回收杯中 4.填写实验报告 简要写出实验步骤 分析数据得出实验结论 氢氧化钠溶于水时溶液温度升高 硝酸胺溶于水时溶液温度降低 5.整理器材 仪器洗刷干净 摆放整齐 实验台擦拭干净 百分之后 断捞出 百分之后 ,"总裁边感谢 酷 2%